水瓶七不需性生活 能休憩不成 返糟打脸 老实在讲你有没有在听 可别误解水瓶座的女生 台北一名流星台商提高控诉 她和妻子2003年结婚 但结婚到现在两人只黑朽五次 妻子曾说 水瓶座的她不需要性生活 妻子也曾为了小事打她 责骂她 她因此肃起离婚 但妻子否认丈夫的说法 表示丈夫长期在中国工作 一年仅两个多月在台湾 她尽可能配合丈夫性需求 还购买心爱教学光碟学习 且她婚后曾怀孕三胎 丈夫的控诉令人体笑皆非 她并反控丈夫在中国包二奶 还剩下一子 根本是因为外遇才想离婚 虽然台商变称只是认对方的小孩 当肝儿子 但法官审理后认为 黑朽五次就能受孕三次 这说法不符合常理 台商也无法证明遭妻子殴打 且妻子指控她外遇身子 不是没有证据 就连他们的儿子也证称 爸爸两年多来 不曾与他们接触 法官因此不采信台商的说辞 活回他的离婚诉求 东新闻台北报道